定期联系的伴侶 所以你要想一下自己是屬於哪一個組別 但當然你可以轉牌 如果有特別的原因 希望大家都很享受跟著下來的時間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好 謝謝大家 各位議員和官員 我們就在立法會大陸的會議室A就開始了 我們就做一個簡單 再講一講一講 我們今天就會聽到一個演唱的論文兵 剛才黃浩欣議員提及到 就是為何要管消費者 其實我相信大家看回議案的話 它裡面所提及到的是 除了消費者 即16歲以下青少年不可以在12點至早上8點進入之外 我們之後的責任亦都由經營者所負責下的 另外我也都想提到 剛才就有位周浩欣議員 剛才提及到 他就說網家裡面有很多不良少店 有很多黑社會背景的人 可能會恐嚇到這個工人受傷 那執法上可以怎樣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很有趣的就是 你既然可以提出 在這個網家裡面 既然有這麼多不好的不良分子的人在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因為 執法上這些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就將我們的青少年推它死 推進那坑 將它們在一定會有犯罪之身的地方 將它們扔進去 就是因為這麼簡單 我們可以往後日子再相互的原因呢 另外剛才有很多人都提問到 就說商務 我要賺錢 我工人 我會失業 但是問題你們都沒有想到 我們是不是所有東西向錢看 是 香港很多時候我們都以這個經濟自由 貿易自由問名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怎樣在各界之間取得平衡 是不是只可以看錢 而不管我們的青少年 另外 容許大家 讓我引用一下 我們這個 兒童權利公約的第一條 它寫明 為本人 為本公約之目的 兒童是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 除非對於適用私法律 規定成年年齡低於18歲 另外有一點 第三條就是 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 不論是由公司社會福利機構 法院行政當局 或者立法機構執行 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 為一種首要考論 相信大家 剛才聽到18歲以下的都指兒童 16歲即時都是兒童 另外第三條 第二條 體約國承擔 確保兒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須的 保護和照料 考慮到其父母、法定監護人 或任何對其責任 有法律責任的個人、權利和義務 並為此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 和行政措施 那我在這裡 大家聽到 這個所保護的兒童決定 你們身為市民所選出來 保護這個社會 保護國界的 是不是就是因為錢 因為工人 就這樣放棄了我們青少年的生命 甚至乎 他們學壞的機會 難道我們大家 不會因為生意少了 執行不變 各位 通常 政府 任說到明天都可以 是的 政府可以 但是為了這次這個 我們呢 沒有可能被他們去到這麼盡的 哈哈 哈哈 你是一個很好的議員 但是你 不是代表著一個 政司司長應該做的事 你說的事 全部應該議員說的事 是很盡的 你覺得很好 但是我剛才說的就是 異同公約 我相信我們的政司 這一屆 也絕對需要的 不要這樣 OK 因為我作為一個官僚 我做得官 我就非常為了一個市民 甚至乎下一個有著想 那其實我都不想 哈哈 哈哈 我講完文化 要不讓小朋友 即是清晰的電視 十五歲以下進去 那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看清楚條例的話 那就是說 任何互聯網 通心經營者 不遵守條例 職術犯法 可處罰款 一萬元 和監禁三個月 我相信這件事 大家很清楚會明白 我相信 你也要再看清楚條例 究竟我們是在雙面做的 我們不只是說 不讓青少年任 然後所有人 其他人不需要負責 你也要再看清楚 你也要再看清楚 我們要人權 自任 公平 其實我認為 我們作法方面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適合去利用 到底我們應該在保護青少年的同事 我們是否就是 青少年有人權 所以他做甚麼都可以 我們相信 我們由成人 我們絕對有需要去監管 還有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另外 我們都希望 黃淘然議員正事官就是 我們立這條法例不代表 我們會放鬆 我們會放鬆 剛才你所說的 那個人事物分的那些條例 我們都希望各位議員 可以繼續通過 支持我們原本所提出的守則 而因為這樣 我們覺得對政府來說 也都對青少年來講 是一個最好的條例 多謝 文靖先生 先是有限 如果不是 法律對我們來說 根本是無用之外 另外 剛才鄭蓉兒議員 剛才提及到 說未有直接的關係 連絕到我們都沒有 數據如何顯示 會有青少年在裏面反毒 即是犯罪 其實相信如果各位 有進入過網吧 看過的話 相信裏面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 是非常之惡亂 我相信我們定立出來的法例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遵守 當各位經營者 你們遵守的話 根本就不會受到 這些法例的法本 或者所有東西 去受到影響 而令到你們自己個人的 因為罰款而損失的利益 我也都希望各位議員 可以繼續維持 我們當初一開始所提及 就是罰款一萬元和監禁三萬元 多謝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我愛我 來 謝謝 來